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今天又过来方村市场了 现在在我朋友的茶具店 之前在我朋友这里买了一个比较好的主人杯 但是被我不小心打碎了 今天再过来挑选一个 我朋友这边茶具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都是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东西 转发了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剑斩 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 这种杯型其实我挺喜欢的 只不过它这一种作为主人杯的话 小了一点 这个是旅行茶具 我之前也买过一套 挺方便的 这个也挺漂亮 只不过这种里面有烧颜色的话 看茶汤不是很好看 这个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这种杯型闻香也是非常好 那我拿一个这个吧 之前有很多的朋友问我 关于散茶的存放 很多朋友喜欢拿那种紫砂缸 或者是那种土桃缸 用来放散茶 其实用这种缸来存放散茶 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是找这种 有封过釉的 封釉以后的话 它就不容易受潮 如果是用那种紫砂缸 或者是土桃缸 没有封过釉的那种缸 特别是在南方 最好是要把茶叶放进去以后 再加一个内袋 而且也要离地离墙 这种罐子是一种饧茶的罐子 拆开的饼茶 可以放在这里面饧茶 喝泡茶 直接拿我刚买的杯 要不要试一下我的深茶 喝一泡我今年秋茶 帮朋友定制的新班章古苏茶 压完饼以后 我都没有喝过 牙头比较多 而且肥厚 白蚝也是很多 其实它香气是有几种 有飘香 还有挂杯香 还有这种龙汤香 像我们坐在这里 刚刚冲泡的话 它这个香气有飘出来 所以它这种香气就比较高扬 而且这个是刚刚压完饼 没多久的 如果说这个饼茶 再放一段时间的话 它这个香气会更好 因为散茶的时候 它这个香气就非常的高扬了 这个汤色还是非常的漂亮 金黄色 这个茶汤上面还可以看到白蚝 刚压完饼的茶 入口的话会有一点水味 因为它压饼的时候 是通过了 蒸压 但是它这种滋味 会比散茶的时候更足 新斑章的茶 我最喜欢的就是 它的这种喉韵 而且回甘生津 非常的持久 现在应该泡了十几泡了 如果是秋茶来说 这种耐泡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茶几重是吗 冒汗 对 平坦平坦 就几杯下渡 整个贴塔厅 今天过来朋友这里 本来是想要买一个主人杯 最后 是用一泡斑章的古树秋茶 换了一个主人杯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